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這是一種精神之戰 我們可以說是意識現態之戰 美國是向神 同神同行 包括特朗普 他們在疫情之後都是祈禱日 我們看到他們很多時候都同神同行 包括我們這次的參選人 好像昨天我採訪了中科的潘楚紅 他都說他的口號叫做看天行動 袁爸爸就天滅中共行動 你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貶天而而行 和如神同行在這場運動中 其實它是一個什麼標誌呢? 對著這個無神良的中共 老實說 中共就不說明了 公開說了 他們不接受普世價值 現在就是西方的價值 實際上我們不是侮辱其它的宗教 實際上普世的價值裡面很重要的一部份就是 現在美國人叫做基督猶太精神 基督教都是跟猶太搞的那裡下來的 這個基督猶太精神就是他們整個英國當時當日 他們相信 真是相信人是有權的 所以為什麼你去打官司 他們說你無罪 就是無罪要證明你有罪 但是很多國家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普世價值 現在這次是普世價值之爭 但是我們美國的普世價值裡面有宗教成分在這裡 宗教是一個主題來的 最高的主宰 有清真教 有佛教 中國現在什麼教都沒有了 是吧 就是 只是你們 反而你們都是實際上是宗宗教來的 法輪功都是宗宗教來的 這個唯一還可以站得住的 你看香港也知道了 那幫主教 所以說 除了陳日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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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被他搞定了 那你說 等於沒有宗教 他搞定了 那個又變成了政治性的宗教 就不是真的宗教 他叫你說什麼 他說什麼 叫你撐國安法 他撐國安法 那很多宗教還在這裡說一些話 說應該宗教應該中立 那你叫什麼宗教 那些是放屁宗教 說老實話 說老實話 李澤浦對著中共說要中立 那些人是不是還叫宗教 那些是蒙國良心的 所以就 寫得很遠 對不起 說選舉 所以現在是一個美國 你們要明白 為什麼美國要滅掉中共 不是我的 不是我自己為了我想滅共 所以說不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它真的需要滅掉中共 太危險了 這件事太危險了 你看它的滲透 真是突然驚訝 中共的滲透 美國的CIA國務院 很多人都被滅透了 袁爸爸 我們應該答應了 會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其實很多問題 我只可以選兩三條 來打一打 因為時間關係 第一個就說 現在DQ了一大批的民主派議員 就是香港選民 還有什麼選擇呢 還有什麼策略呢 我就這樣看 盡力而為 我們就不應該放 但是這個我們心裡面要有準備 不管你選出什麼 它都會不讓你管治香港 不讓你做真正代表人民的立法活動 它是不容許的 以前就是比較做 這場戲就做得比較隱蔽一點 現在簡直是公開 所以這些不要太認真 雖然你有時間就認真去做 但是用一些時間想想怎樣滅共 這個只是主題 這個東西不滅 以後什麼選舉都是假的 另外就有網友問 聽說 今屆的美國選舉是用郵寄的方式 對特朗普不利 所以他是很擔心 如果是民主黨勝出的話 對中共有利 今天美國所做的努力就會罷肥 想問你的意見 美國就是這樣 就是他的任期 國會議員的任期 到明年11月那時 只能夠完結 我們一樣 香港立法會的任期 也是到九月的 從九月到去到的 由那些新人來代替的 所以如果特朗普想延期的話 他要按照美國的法律容不容許延期 或者可能要經過國會那邊的批准 就是人民授權 現在我經常講的問題 你現在拿了香港這件事 說回香港 拿這件事放在北京人大 人大常委決定 那你就沒有了民選民意的授權 所以這幫人留在那裡 9月之後留在立法會的委員 還留在那裡的話 根本就是沒有民意授權的 根本就是沒有所謂合法的立場 所以根本就是犯法 美國一定要經過這個程序 老實說我和共和黨的人走得很近 那些人都不會是允許的 不會是允許的郵寄的了 你現在給大陸那幫香港 香港有很多的拿香港身份證的人 在大陸的嘛 在廣東那邊嘛 以前那些每天都在150人裏面 我猜起碼會有100人是他們派的 那些人很多拿了他們回到大陸住的了 我認識很多的沒 整張香港身份證給你看看 他那幫人當然都是想郵寄 你說行不行 所以現在這幫人又不是出事了 24天疫情 第一他不肯 為了一張票他不肯過來 第二又說要隔離 說回美國 這場選舉 美國這場選舉都很兇的 連民主黨的選舉都在這裡看民意 是的 他們都把民主黨放在這中間 那麽很容易發生 要很多程序很複雜的 就先看著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的話 他都會經歷合法的程序 就是要老百姓同意的 不是說他一個人說這麼多說 是的 第三條問題就說 蘇勒文瑜就是你以為是從 他就說在社交平台就說 陳志思的衛鋒銀行戶口就被關閉的 就說要更加多的戶口就會被關閉 不過《明報》就問陳志思 就說陳志思就說自己沒有衛鋒的戶口 根本就沒有戶口可關 就說只有一張衛鋒的信用卡 就是無事還能用得到 那你怎麼看他的衛鋒 蘇勒文瑜我跟他很熟悉的 你看我的樣子也是很熟悉的 蘇勒文瑜就是俄羅勒根州的共和黨的主席 俄羅勒根州很難得的 有一個華人可以做主席就很難得的了 還有所有的在海外的共和黨的黨員的 他是CEO來的 他是負責跟他們溝通的 那個地位是很高的 他就是等於他直接可以推特給川普總統的 不是講話的 那個權力大得不得了的 他是在上面的 就是在特朗普上面還有權力 因為人民而已 他代表人民 但是他就不在華盛頓工作的 他在欣州那個首都叫做沙龍 那個地方叫做沙龍 等於沙龍雪 吃煙的那隻沙龍 他就不是華盛頓 所以他對實際的中共的情況不是這麼熟 但是他可以說在推特上面 在美國人裡面 每個人都看到他的 我的小孩都跟他的 我跟他很多在溝通電話溝通 這個人就這樣說 香港好像匯豐銀行那些 實際那個是不是叫陳志思 他是一個外國銀行 他叫他走 他們不是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現在真是進退了 美國也給了壓力 中共也給了壓力 所以為什麼匯豐銀行那些不肯接受 對不起 不肯接受那些人去開戶 新的人他不肯接受開戶口 他就怕麻煩 因為為什麼呢 他接受了 他接受了以後 共產黨又不讓他關戶口 美國又說要制裁他 所以現在整個匯豐不是在說 在說怎麼樣可以 拿歐洲業務脫開 還有拿香港業務 大陸業務拿去獨立 所以這件事情現在就很難做 匯豐如果他有戶口就不敢踢他走的 因為又得罪了香港政府 所以你說他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做 所以他說是絕對對的 就是說我猜說Solomon 如果搞錯了 他以為是匯豐 不是匯豐 是海外銀行 這件事情是陳志思說的對的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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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